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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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ParkEvent 我們大多分都知道說它就是公園對不對 但是呢像新竹的Science Park 這個叫什麼 新竹科學園區 所以說Park當然你放在不同的地方它可以有不同的意思 但是呢我要請大家很注意喔 這個主持人我想看你 你想看你以前是要教學了 你以前是學生的時候 英文老師他會怎麼跟你講 他會說你一個單字就是只去看這個字嗎 還是他會跟你說要記得看前後文 對就是這個前後文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講到說這個Park你怎麼解釋成公園 它有沒有可能是別的意思 這當然有可能 但是我們必須要去看他的前後文在講什麼 好那這個Park他前面講什麼呢 他講著High School 那High School前面他講什麼呢 他講了Professional 好那我們看到這個Park的後面他講什麼 他講到Recreational 那Recreational的後面他講到什麼 他講到Infield 所以呢 他這整段他在講什麼呢 他是說這個土壤他為達哪些地方的棒球場的等級呢 他為達第一個 Professional Infield Professional叫做專業的 所以不達專業球場等級 那他也沒有達到什麼 High School Infield 也沒有達到高中的這個球場等級 那再來是Park Infield 也沒有達到Park 那Park因為我們台灣的公園你比較少看到棒球場 但是在國外的公園其實是有棒球場的 對那我今天早上其實也有在我們議會 我就從議會往外看 我們議會後面也有一個長長的綠狼的公園嘛 那公園裡面有一個球場 他不是棒球場他是網球場 所以就是像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樣懂嗎 就是說在那個美國的公園裡面的棒球場 OK所以他這個是Park 的確他就是指公園喔 並不是說我今天這篇文章 我明明就在講棒球場 那為什麼我講到High School 然後後面我又突然講一個棒球場 不是很怪嗎 我們大家本來就知道他就在講棒球場啊 但他就講公園裡的棒球場啊 那最後一種是哪一種球場 Recreational 就是屬於休閒級的 休閒等級的 所以他這個全部沒有達到 對他沒有達到 專業的沒有 高中的沒有 公園等級的沒有 休閒娛樂等級的也沒有 就是這樣子 OK 所以我希望說有解惑了 有幫大家解惑了 但是去看 有幫人家的 是要是有幫人家的人 對他用幫忙 如果是有幫人家的人 呢 真的 挺不行的 對 我覺得 這是超気分 就是